我都想我 不想我 我都想我 我都想我 哈喽各位小伙伴 欢迎来到大英的频道 2007年2月26号 美国洛杉矶好莱坞柯达剧场 第79届奥斯卡金像奖颁奖典礼 一部无坚行者成为最大赢家 狂懒最佳影片 最佳导演 最佳剪辑 和最佳改编剧本四项大奖 传奇导演马丁·斯克赛斯 写两大好莱坞顶流 马特达蒙和梁纳多·迪卡布里奥 共同创造了这部 好莱坞史上最成功的翻拍电影 而翻拍的剧本 就来自港片的巅峰之作 《无坚道》 这部享誉全球 被网友们称之为 港片《最后的辉煌》 今天大英跟大家一起聆听 《无坚道》系列原生歌曲 通过这些经典港月 重温港片的巅峰之作 OK 我们开始 随着《无坚道3》的上映 港片《最后的辉煌》落下帷幕 系列电影的难度在于 难以超越前作 就算是堪称神作的《无坚道》系列 主题曲来自刘德华词曲创作 歌曲《意境》就是片中 刘德华饰演的刘建明的《内心独白》 也是为系列的最后一部 昇华了人物情感表达 但这首原本是刘德华原唱 发行的电影主题曲 因为种种原因 主题曲最后选定 另一位港月大咖 李克勤来演唱 当然诠释也是相当到位 但因为刘德华的创作 加上剧中人物情感的代入 所以从内心来说 更喜欢刘德华的版本 大家觉得呢 下意识驱使我去 每日自作刺手 白与黑的世界 两极争到最后 创造了也破坏了 最终失去自由 情罚已受救 落殼的四周 只有各种的理由 在没有黄家居的日子里 Beyond的创作也没有停下脚步 只是大多数被推崇的金曲 都来自黄家居时期 2003年随着《无间道2》的上映 主题曲《长空》被大家永远铭记 此曲都来自黄家强的创作 标志性的前奏让你一秒入魂 这也是Beyond的解散前 最后一首原创歌曲 获得第23届香港金像奖 最佳原创电影歌曲奖 成为了港月中 不可不听的经典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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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最广为流传的乐语经典 由林希作词 刘德华 梁朝伟合唱的这首主题曲 荣获第二十二届香港金像奖最佳原创电影歌曲奖 但其实当时梁朝伟已经告别歌坛多年 九十年代初唱片的效果也不是很好 所以并没有异象演唱这首歌 计划邀请当时已经红遍两岸三地的周杰伦来演唱 最后在老板林建越的坚持下 两位天王巨星才留下了这首在演艺生涯中 彼此纪念的港月经典 生命太短 明阳无寒远 始终都不必永远这样缘 得比会世上长路太多钟点太少 木马也要去继续转圈 明明我已早夜无间夺进面前路 梦想中的地我 为何还未到 明明我已奋力无间天天上路 我不死也未活得好 有没有终点 谁能知道 在这出世的无间够 当然电影中还出现另一首经典插曲 来自蔡琴的《被遗忘的时光》 片中梁朝伟的台词 高音甜 中音准 低音程 总之一句话就是通透 其实也是对这首歌所属的 画时代专辑明歌蔡琴最好的评价 加上片头冯熙玉吟唱的《再见警察》 串起无间道系列的歌曲故事线 无论从电影质感的角度 还是人物情感关系的细节 都让人叹为观止 最后我们再来欣赏蔡琴这首极致完美的金曲 感受港片《最后的辉煌》 好了 今天就到这儿 你们的点赞评论关注很重要 我是大音 我们下期见 是谁在敲打我窗 是谁在撩动琴弦 那一段被遗忘的时光 渐渐地会伸出我心看 是谁在敲打我窗 是谁在撩动琴弦 是谁在撩动琴弦 记忆中那欢乐的情景 慢慢地浮现在我的脑海